一清静了就昏沉要打嘴 这叫昏沉 再有一种呢就是 旧法的妄想特别多 比其他人还多 不过这个大院办理也讲 这也是如此 这也是一种进步之后的现象 就说你反而觉得妄想比 你旧的妄想反而更多了 并不是这样 它是因为旧法的太阳光 因为这个门头有点太阳光进来 他那屋里有好多小派片 其实这不是光把他打进来 是你这个朝着的空 本来有这些东西 又没有光照 你是觉得 又有一线光明来了 就马上去 那么这是进步 所以他那都有 都是有进步 有了进步之后 他又在进步之中 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结果 这个每进一步 都还有一点一个查步 所以这个 这个 善支持 重要的 有点 不是一 告诉你一句话 你这一辈子 你就 都知道怎么走 这个路很曲折 它没有法 它不是一直往东 你就到哪儿 不行 它到这儿有地方 走弯 有的地方 阿公 都要走地下路 每进一步 就有一个奇 还有啊 八万富军 四千摩军 在行人的六根门头 等到你 就等到你 德国毫无的机会 在那个时候 阿洛的老义 就做出这个 这个 这个善后的纪念 发出一心 求佛加倍 亲心善知识 所以 初来说句 最后说 所以求生敬祖 有完全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自己的这样子 就是 在现在这个世界中 在想这个 就集成成佛吧 或者集成解销问题吧 呃 这个路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 确实 啊 是 是 非常稀有的 有的人认为 这是不可能啊 像这个 都是这个 呃 那就说吧 呃 相反的 你认为这个十分容易 就有 有 他现在只是这样子 只要真正能破一封无疑 这就解决了 但是真破开 有的是 除 能够把这个发展 除一封 就很不容易 啊 没有 对 就是 这个 在这个 也叫做的 地上 原叫做出租里山 嗯 嗯 不然我做的 顶部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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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加加在一起啊 这个 这个 叫 陆续破 41平 破到最后 才能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